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木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 和我们的地球虽同属于行星 但地球属于岩制行星 因为有着岩石表面 木星却属于气态行星 没有岩石表面 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气球 那么如果把木星上面的气体都吹走 它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露出岩石表面 据了解 要想把木星大气层吹走 可不是容易的事 首先是木星质量很大 是地球质量的318倍 它有足够的引力 吸附周围的气体 连氢气这种最轻的气体 都可以大量吸附 而且它的周围有强大的磁场保护 科学家表示 猪鹅汤风把木星大气吹掉了 但是大气下面的液态氢 仍然会变成气体 充盈到木星周围 即便所有的液态氢 变成气体后都被吹掉 下面的金属氢也会变成 液态氢和气态氢充盈的 木星的周围 因为氢元素在木星上 占到了70%以上的分量 另外还有8%左右的氦元素 再加上其他的气态物质 要想将木星表面 声声不息的所有气体都吹跑 那么就会吹掉木星大部分质量 基本上也就是木星的 岩汁内核了 就是一个以中金属为主的球体 对此以往表示 再大的气体里面 果然还是实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